我是肥峰 我真的很喜歡發光物件的Pattie 阿柱我跟阿峰 其實一直都是Party做的 我們都是做設計時裝 刑棍夢工場 刑棍夢工場 愛情會因一剎那的感覺而發生 也會因一滴眼淚而終結 大家好,我是蝶龍無漢 你們聽的是二三四頻道 我做的是拍戲、唱歌 以下的內容 純屬嘉賓主持個人意見 與本台立場無關事 特別新聞報導 今天在香港出現了一個 自稱三八線的資訊、娛樂、雜誌式節目 由新二洲講到濟州 由青亞台講到錦秀山 由金正恩講到少女時代 由三星講到勞動新聞 由泡菜講到核彈 由阿里郎講到逆權大狀 好,新聞報導完畢 好,歡迎大家回到三八線 原來很久沒見大家 為什麼?很久沒見,你是誰? 我是Kito 我記得自己是誰 你記得自己是誰嗎? 我記得 今天只有我們兩個 我們先恭喜家俊 當然 他回到馬來西亞擺酒 回到老鄉 是不是老鄉? 他老婆老鄉 不是老鄉,他是老婆老鄉 還有什麼?還有恭喜家俊 我們不見了,我們又不見了 我們真是爛了,是不是很爛 沒有辦法,我們是追擊TVB 那個很喜歡戴頭盔的東西 你也被人家笑,你是頭盔追擊手 你笑我 那他經常說自己不戴頭盔 但其實他拿著頭盔 他是頭盔代言人 對 他可能遲下有些廣告是關於頭盔 或者關於入友 不知道他 其實在說什麼? 在說那個節目 TVB那個北韓旅遊節目 在那遙遠的地方 他覺得很遙遠 其實我們幾個 為什麼會出現這件事 其實很機緣巧合 因為大家都不看TVB 簡直是好笑 你不說我也不知道有一個這樣的節目 甚至那時候 他還未播放 還未被我們解僱之前 我們搜尋他的名字 在那遙遠的地方 什麼都沒有 只搜尋到手 好像以前那些古老 台灣男人唱的歌 類似的東西 結果他應該感謝我們 不是啊 有些人覺得是陰謀 特意跟他做宣傳 好像那個三個人旅行 四個小生 四個小生去旅客 我真的不看 但事件的經過就是 突然有一晚 有一個深夜 Kato突然發出一段影片來 然後就說有這樣的節目 要我們留言一下 不是TVB的 原本的連結就是一個雜誌 一個雜誌 然後就找到一些 一天又找到一些宣傳片 我們之後就想一下 寫一下 寫個回應 其實我們 首先他說自己 是第一間拿正牌去的香港電視台 去哪裡才可以 我沒說過 哪個遙遠的地方 哪個女兒在北韓 對 因為他說自己拿正牌 另外一方面 他就說自己探索最真實北韓的一面 對 然後又說上網看的東西 其實都很偏頗 還有這個 會深入否釋 不知道有沒有深入 否釋 有些人對北韓的誤解 對 講得好像紀錄片一樣 所以我們就寫了一封信 要求他停播 我們最主要的討論 其實我們 追擊他 為什麼會搞到這麼大件事 又上了蘋果詩一 其實我們都是寫了兩封信 我第一封的時候還沒到詩一的 第一封的時候還沒到詩一的 就是 我們寫了一封信說 你如果是紀錄片 你應該就要按照 因為我們因應他的宣傳片 來看看他究竟 還有洪先生說了一些話 不單是宣傳片 洪先生也說發展得很好 這個我們就覺得 好像有點偏頗 你根據了官方行程 所看的北韓 究竟是否真實的北韓 還是你真的看到的 看到那一眼 你覺得是真實 但是他控制了整個範圍 給你拍的 很局限的範圍 這就是其中一個討論 還有他自己也說 會有機會有人看著 還有他在Facebook打卡都說 行了 你不想我看的東西 我就不看 你不想我拍的東西 就不拍 你不斷地 Facebook 看看他拍攝的期間 有什麼說過 他很可愛的 這個人 結果越說越壞 我們就出了一封公開信 要求他停播 因為 根據廣播守則 九章一A 因為要基於事實 要持平、準確、公平等等 這個 最後到最後 立即回應 立即戴上頭盔 是旅遊節目 還有 還未播 你質疑什麼 不要質疑我 還未播就不質疑 那是否要先待著 才有留言 正改 然後我們做了什麼 然後 其實他這個頭盔 真的戴得很大 就是旅遊節目 不用 基本上 可以偏頗 說白一點 因為旅遊節目 就是宣傳 有哪一個旅遊節目 是踩的地方 其實 在一個旅遊節目 踩的地方 我也同意 但是 有沒有一個國家的旅遊節目 是會限定你 這些東西 絕對不可以拍 那些東西 你拍了就最好 你不會的 即 就算 這個很重要 就是 那個是北韓 是啊 因為你可能其他地方 你說你自己一個旅遊節目 是沒有問題的 因為你說你去韓國 去拍 甚至 一個旅遊節目 沒有問題的 你可以自由拍 你不會限制 你不可以拍什麼 不可以拍什麼 即是韓國 即是你去印度拍旅遊節目 你都可以看到 那些行河很髒 最重要是 不會有一幫人 監視你 你要沿著這條路 你千萬不要走過那邊 否則你就 這個其實 這個是 不言而喻 就是 其實 北韓政府 就是當了旅遊 或者是外國人的口 就是 最想表達出來的一面 就是 展露出來 就好像 我們自己親身去北韓的時候 其實 我自己有這樣的感受 就是 我們在看報警版 其實我們 都是在做報警版 就是叫做萬邦來潮 你看我們這個國家多威風 有幫香港人 有幫港產過來 這個可以留待再說 有些例子 就是 除了 一個很特別的 context 就是 你北韓旅行 是沒有選擇 自由泊 之外 我們後來 都再有一個 argument 就是 你旅遊節目 就是幫忙宣傳 這個 幫北韓政府 就是幫北韓旅行宣傳 就是 你某程度 在幫 金正恩 賺錢 其實他在節目上也有這樣說 你 真的嗎 對 你北韓政府 是全部 控制所有旅遊業的 而你 遊客去到北韓 去的商店 全部 都是官方 你基本上一元 都下不了民間 你不同 你去哪裏哪裏自由行 哪裏哪裏旅行團 你可能去買些東西 你都益了 可能賺你錢 幫你銷售的銷售市 你不要說TVB TVB 其實大家都住的地方 都是楊角島 他連走 走出一點點 已經馬上走進去 這個不是 我們先搞定原則性 這個 原則問題就是 我不播放也知道 你 失敗了這幾個 何況 你播放之後 播放之後 更加 是在做宣傳 你說一下 有什麼東西你覺得是宣傳的 首先 他當然 整個program 就是 他把他包裝成 冒險 嘗試 有些人去禁止他 這一面其實又不是很重要的 我覺得官方都容許你 他根本是限制了你 去拍攝 某些東西 不讓你拍攝 他都預料你會拍這些畫面 其實 因為他最重要的是 你會拍一些 會令到他開心的東西 因為其實TVB 甚至第一天 他其實都是去吃喝玩樂 第一天吃什麼 他第一集吃炸雞 我馬上想起盡偉帝 他真的好像 去了東京 去了一些發達的地區 都是去吃喝玩樂 很開心 很享受 要去享受 你去這樣的國家 去享受 不過 因為他播放之後 其實我們 其實我們一開始的時候 當然 我們 寫的時候 就說 要求停播 但是我們當然知道 其實很難 因為TVB 現在等於香港政府一樣 就是現在 你TVB 香港政府 你越不想他做的事 就越做 就是TVB 你越不想他播 就越要播 對 但是 這個 我們也有準備 我們都找了很多脫北者朋友 去回應 回應 因為他們的行程 其實我們大部分 大概都知道 究竟是去哪裡 他們都是去那些 近乎一樣 所以 我們都準備 如果他去遊樂場 我們就出遊樂場的post 如果他去平壤 我們就出一個平壤的post 就去反擊他 究竟 平壤 對YouTuber者來說 是一個什麼地方呢 又或者叫做一個普通的北韓人 其實有沒有好像 鴻先生他們 那麼容易去到北韓呢 不是的 或者是好像第一集炸雞 究竟有幾多北韓人 一生可以吃到炸雞 而且他還好笑 小肉 那些 很古怪 其實很震撼 因為很多脫北者看了 那個也是很大反應 所以他們 有很多都很樂意去幫我們做回應 還有毛記他自己也 你認為毛記是無線 不是另外一個毛記 對 我現在有一個新毛記 他 甚至吃東西那裡 他也有些位置很古怪 不准拍攝 什麼意思呢 甚至網上 不是我們去質疑他 甚至有些人都覺得很奇怪 早餐不可拍攝 午餐不可拍攝 嘗試他包裝到 其實是有很多限制 我覺得 嘗試去正確整個行程 不是很官方的 你不覺得他是包裝到這樣 但其實根本那些 他可以讓你拍攝 總會有一些位置 是會讓你去做一些官方宣傳的 就算你講到自己 在他的腦袋那裡 怎樣去周旋 去撞到某些人 或者怎樣 但你總有 每一集 其實你都找到一些位置 是真的洗腦 或者是真的讚揚不寒 他有之前說叫香港市民 中國市民 差不多叫做多點來 我記得第三集 第二集 都有其中一個畫面 就是在火車圖中 說這裡很綠油油 比他想像中好 最喜歡說這句 但其實你想想 我們坐火車幾個小時 但他拍攝了幾個鏡頭 就是綠油油 其實你可以想像 可能除了那些地方之外 其餘那些 都有黑衣 其實我們去北韓 搭火車的時候 都看到有黑衣 甚至乎我們發了一張照片 那些網友發給我們看的 那些更恐怖 那些黑衣 只是瘦到情 好像豬魚 那他自己是小朋友 坐在路邊 不太動的 你是選擇性拍了一些 他給你拍的 就是綠油油的畫面 但其實實際上 你在火車裡面 拍到的東西 已經是有一些 已經是有很多 你可以拍到的 因為你嘗試拍到的 而且更加一樣 就是 其實地鐵完善的居民 可能已經 火車完善 火車完善 那些居民 可能已經是比較好的階級 可能再深入一點 就更加恐怖 因為你連火車都不到的地方 你真的 可能隨時去黑衣 你怎樣去黑衣 大家都這麼窮 或者 你因為那邊 那條火車線是國際線 總會有些人 可能是中國經商回來 或者是外國人 你可以帶到的資源 其實好像 好像 剛剛 北韓風災 那個地區 羅仙 羅仙 你見他 這個剛剛我 就是我們剛剛有個 Tripback姐朋友 他找人在羅仙 偷拍了一些風災的相片 然後就放了相片 其實你見到 跟他說的就是兩個世界 你見到 頹換拜雅 僅餘的電線 因為那些全電都倒了 又覺得地 幼稚園 又倒了 你會見到 根本就同 因為這個 這麼臭 就是 因為 我們有個朋友 即是他在播放的時候 他特意發電信 上來 想我們 放到我們的 頁面上去 回應 去展示另一面 還有 先說回之前 就是我想回應 熊先生 他說北韓發展得好 那樣東西 其實 我可以這樣說 其實是北韓已經出現了 少少的地下市場 即是 已經是一些 不是政府控制範圍之內的地下市場 所以 你們 香港人 可能新聞有留意 就是其實之前 甚至我們都說過 就是 例如 寒災 或者近期風災 你不太聽見 有一些很嚴重的傷亡 其實是不關一個 北韓政府的事 或者是一些風災的經濟 你想想 你有沒有看過任何一張照片 是說裡面的風災 如果不是 你投入了一張照片 或者有人偷拍出來 你根本都不會知道 可能新聞有兩句 因為北韓的紅十字會 他也有公佈過這些事情 但是 其實 北韓政府是完全沒有 request 要外奸國際救援的 還有就是 大家不見有嚴重的傷亡 當然 信息封閉是一個原因 第二個原因就是 因為 為什麼不關北韓政府說 他俗好了 其實可能 反而是 換個角度說 他已經控制不到 無謂意思 他已經控制不到 或者他簡單 就是 他看到那些 就是 你 有一個旅行者跟他說 我想他比較一下 他住的城市和平壤 其實有一個位置就是 他就說 就是 我們的家鄉就是為了平壤服務的城市 就是他人生 或者整個城市的人 就是為了 熊永成看到的那一面 炸製 綠油油的地方 其實你 可能在吃的就是 很多 北韓人的血和汗 轉出來的東西 所以 TVB到最後 還有的 他也不止的 還有的 例如第四集 他去了那間學校 反而是幫人洗腦 其實原來 因為香港比北韓還差 有校服 免費 原來可以幫人洗腦 最後找到一個人 說說 北韓已經比以前很好 最後那一集 那我覺得有機會是 不過有些人說 就是 是不是應該 那個人 本身就是 他接觸那個外國人 就是一個志願者 做一些NGO 就說 我們不應該這樣 因為我們 在Facebook page 上發了一張照片 我們就說 他是不應該 說這些話 因為其實 跟這個節目一樣 就是 你明知道有人監視著你 你說不到真話 你就不要說這些 語言藝術 但是我們被人罵 對 因為他說 因為 其實NGO 在北韓中 最重要是 可以繼續 你試一下 如果他講真話 他就不可以繼續 做NGO 他想做的事情 很簡單 就是 你不要說就行了 你可以選擇 TVB一樣 你明知道那件事是假的 其實是有權選擇的 你不一定去的 沒有拍的 OK 還有 為什麼只讓你 洪永成那隊 crew去呢 因為我聽到 有朋友 其實在TVB 新聞報做的 他說 其實新聞報 都有申請過去北韓 但是不批 因為到時候可能真的 很敏感 真實很多 安全係數就是 你一定要拍一些 美麗的 很遠性的 這些他才可以銷售到客人 還有很乖的 你進來 對 你可以看到 就是你這個節目的Purpose 在他官方的角度就是這樣 對 對 對 那 今節是這麼多 下節再來 為什麼營棍夢工場的主持 和營棍夢工場的聽眾 這麼喜歡幫助759的呢 有VIP卡 老闆英俊 就腳 我喜歡那件 粟米片 我喜歡鮑魚 我喜歡那些日本大鮑米 和那些日本長毛鞋 Palegrino 芝士 那些日本牛魚 整條那些黑毛腿 買糖哄女 我最重要 每次都是 哄女當然是買朱古力 零食 不是買一大袋零食 就哄女 因為你有節是便宜很多 有節便宜很多 便宜很多 我上次花90元 但最後收60元 服務態度呢 服務態度呢 起碗給我們好 最重要是甚麼 不說髒話 我會留下兩間 我會留下 留下 作為旺角之友 已經有兩間 有些是買化妝品 有 有買化妝品 我光顧過 我當天穿黑衣 紅本紅 紅本紅 紅本紅膠布 我看見黑衣 紅本紅膠布 配合 不是759 有很多年輕人去 甚麼759 已經是潮流 年輕人必去的地方 難道你還說 迎軍必去759 我叫梁峰 你現在聽的是234頻道 我現在二面級 我平時喜歡玩Nerfgun 我最喜歡吃青瓜 謝謝大家 全大狀 新聞報導 完畢 三八線 現在開始 但是將軍人 一直這樣 這麼多的情緒 出負責 我沒想到 我沒想到 Owen 9月3日放假 有沒有看電視 當然沒有 今集我們不斷說電視 你不是看那個 遙遠的嘟嘟 看甚麼電視 我沒有看TVB很久了 除了要截圖 笑一下他之外 我好像也是拿手機看 早上月兵 沒有 那個集中月兵 沒有 集中月兵 好像不看 很多花生 我們沒理由說他的花生 當然是說 朴槿惠的花生 或者北韓的花生 朴槿惠很緊張 我們知道他很緊張 可能他走錯路 不知道他繞去哪裡 合照 之後又不知走樓梯去戲喘 打算和彭麗館 之後不知走樓梯的時候 被人收到音 說他在戲喘 可能 不是很大的 以領導人來說 不算大 以領導人來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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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算大 梁俊應該比較大 不要提這個人 他可能平時 躲在清雅台那裡 那倒是 他連休假都不走出工 清雅台 所以可能真的要做多些運動 他還要做運動 他還要訪中 他又訪中 他從2013年開始已經不斷訪中 我們之前也說過 他本身是一個 和中國關係很好 他其實這次 其實某程度 他一直和中國想建立的外交關係 就是利用他自己個人 對中國的認識 他自己又懂得說普通話 之後又 之前很多次 就算未做總統 之前又經常會來往中國 去建立那個關係 所以這次其實 首先就是 我真的想不到 我們其實好像上次錄音的時候 有說他會去中國 但未必會去閱兵 因為其實閱兵這件事 可能會影響到 會得罪到美國 甚至日本 即是日本 即是日本直接罵 美國其實就說尊重 但奧巴馬其實也有回應 即是他在戰勝 即是9月3日的時候 他有指導明 是很重視這個美日同盟 其實某程度都刮了 朴槿維半巴 又未去到一巴 另外就是 日本也罵 應該謹慎發言 或者是 不應該糾纏在一些不幸的歷史上 因為其實 如果你計算 無論經濟大國 或者軍事大國來說 其實最大的兩個是俄羅斯和韓國 所以他就很受重視 你想想 歐洲、西歐國家 一個都沒有到 你想想 以發展的國家 有哪個到的 好像有些阿魯阿圖 即是有十個國家元首 好像阿魯阿圖有閱兵 也不知道有三個 三個還是四個 很可笑 但 這個都顯然 根本都沒有人展示他 加上你 北韓之前也在搞事 嘗試搞錯一個派對 所以 為什麼這次這麼重視朴槿維呢 習總上樓梯的時候 朴槿維就在左邊 普京也在右邊 就算他坐在閱兵的時候 他簡直是隔著普京姐 因為他左手邊就是 就是江澤民、吳錦濤、要排位 因為官方說他不想兩邊都外奔 所以其實某程度上也展示了俄羅斯最親密 然後就去了韓國 在那一堆國家來說 即是肯離9月3日閱兵那班人 但其實從南韓派了 你先取阿俄羅斯再說 他也嘗試 也嘗試又要威又要戴頭盔 當普京和習總很高興在揮手的時候 他坐在這幾天 帶著墨鏡 這個墨鏡也有來頭 韓國政府特意表明這個墨鏡是來自大丘市的中小企設計 特意展示大丘是眼鏡的最主要製造地 特意展示大丘要找總統來推廣這個眼鏡 特意交了資料,說90%的眼鏡框都是來自大丘 總統越支持國內的中小企 所以我們就打一個韓國際的太陽眼鏡 那天真的浪費都很重要 除此之外,他很端正地坐在這裏,不敢太流露 其實某程度都是想拉回美國和日本 不能夠太張揚 太近中國大陸 這個被人稱為表情外交 表情外交的第一轉 2013年 2013年,亞太經俠組織開會時 被人安排了和安富俊三坐在旁邊 他全程都沒有看過安富俊三 這是第一次朴槿惠的表情外交 展示他最強硬的一面 冰公主也變成冰公主 完全眼神沒有看過 完全不理會 就不像我們同一個場合 記得那次發生什麼事嗎 那個歌手 不是,你們真的忘記了 那時候六八九和阿基樂三世都還在很友善 在聊天 被人拍了一張照片 之後安排了幾次見面 有幾個人逼買一張梳化那次 那時候也跟菲律賓談 人質事件賠償 道歉那些 但是被人認出六八九和阿基樂三世都還在笑 又說又笑 又說又笑 大家不要再說六八九了 這個 那時候也有人出了一張圖 原來別人怎樣去看外交風波 就是 不理會你 但是我們那些就是 笑口齊齊 哈哈哈 另外就是 你剛才說的 北韓 北韓也派了一個 不是派最大的一個 其實他正常 應該要派 派金永藍 最高人民會議議長 因為這個職位 理論是最高 就是國家元首級 其實如果他某程度上 他如果派金永藍來 其實他應該要坐在薄金偉旁 因為差不多這些位置 或者先過薄金偉 他某程度上 都幫了中國一把 就是派了一個崔龍海 就是派了崔龍海 崔龍海有沒有軍職 他現在其實基本上是一個虛偉的 政治局委員 而且被人擋了冬菇 以前是常委 中央政治局常委 他現在是委員 還有中央書記 還有管體育 現在某程度的軍權 全部都被黃炳勢取代了 政府的權力 一直都不是他的 管體育所以他去人村 都穿冬菇服 因為你作為一個先軍政治的國家 代訪你不穿軍權 代表不用跟你談 唯一最大的成就 唯一有巴金的力量 就是他兒子娶了友傳 娶了金正英國會 金如正 這個可能是有幫助的 而且他真的很打卡 他差不多一天24小時走了 最慘的是他原來坐在三十個外賓的最後 最遠的一道 你對比朴槿惠是爪麵 可能是 朴槿惠排第二 他就是排三十了 就是一直數下去的 因為他是最外側的 都是右邊 因為 習總的左邊就是 前年老 就是前國家領導人 右手邊就是 他右手邊 就是外賓 外賓的最悲美的一個 而且他完全沒有見過 因為他沒有獨立見過 南韓的任何人 習總他都是 禮節性地握手 沒有單獨見過 還有他也走得很急速 他9月2日 下午到9月3日 可能都未夠24小時 立即回平壤 中國都立即要補鑊 他不是國家元首 所以他就不可以安排 他有些比較 因為先安排了國家元首 之後才到其他外市 因為 說回歷史 就是 如果是國家元首 好像幾十年前 五四年十月 中共見證五周年的時候 金日成 在毛澤東的右手邊 現在差不多等於 朴槿惠 因為現在是普京的位 對 近到那麼重要 某程度上 現在好像調轉了 好像說一些有骨頭給肥仔金聽 但我又覺得不是 還有 之前也分析過 金正恩 我覺得反而是搞到 朝韓關係可能會有些變化 當中國跟韓國越近的時候 你好像感覺就是 韓國利用中國來逼北韓 向他施壓 其實在韓國國內 有一個輿論就是 其實會不會反過來 你 request中國跟北韓關係好一點 緩和一點 那會更加有利的統一呢 那會更加有利的統一呢 當朴槿惠也有說 例如今次 叫做准戰鬥危機的時候 也有說 中國大陸有出手 是說向北韓撕壓的 而且他承諾了 如果之後都會發生這樣的情況 他跟習總 開首路會議的時候 有說雙方就會 遇到一些挑釁行為 也會向北韓撕壓 某程度上 其實可能中朝關係就會越來越差 但是當然 不要那麼天真 我又覺得韓國的輿論也很奇怪 我真的覺得 跟大陸朋友了 就好像 一勞永逸 他真心幫助我們 但是你 一直都這麼說 就是你 如果真的遇到他國家利益的話 他真的會隨時翻臉 例如 可能 之前跟他簽了一些自由貿易協定 投行那些 他可能就要求你不要搞殺 或者 有一個四字詞 葉公浩龍 他說到現在這麼喜歡統一 他真的統一的時候 他自己 未必真的支持 還有 再說回 其實中國不是沒有請過 他不是完全沒有想過 北韓 他其實 也有請金正恩 他不來而已 那很難的 如果金正恩就來 金正恩又來 又撞起北韓 因為北韓也不會促成一個 好像做王者這個角色 但是說中國的姿態 以他們的關係 姿態也不是完全忽略了 很貴的 你知道金正恩出場費 當然 還要第一次 吃百多億 第一次 是不是 這個肯定留待 朴槍近衛或者兩韓高峰會 即是 韓半島高峰會的時候才買 那時候可能隨時拿 諾貝爾和平獎 好像金大宗那時候 金大宗自己拿 金正恩都拿 當然沒有 當然沒有 上賀沒有 當然沒有 但是這個 這個 韓日 或者是 韓朝 韓中 韓美 韓美關係 其實都很複雜 大家都串在一起 還有這次 以韓國來說 其實也有收穫 起碼都會 談得整個中日韓 在南韓會開會 那些 不過 朴槍近衛也要 都要沙嵩 過去美港 也要防衛 10月 10月 因為之前 新沙士的時候 延後了 預備了10月中旬 不過他現在就反過來 就算了 就是給了 金武昇 之前去了 早一個月 兩個月 執政黨的 執政黨的 黨代表 其實某程度 你也可以看到 朴槍近衛也很想 趁著他現在還有兩年半任期 他是想做 因為他現在好像 很高興的 講述一點 因為他什麼活動 就是說 我們會開打機 會統一 我們會統一準備 說我是去的 我也很高興 他去到外訪 民望都急升 因為他 趁這兩年半 因為他不能連飲 趁這兩年半時間 他就要 扯進 他現在剛剛好 即使他 他明知道 可能跟大陸談 統一 根本沒有用 但我起碼要努力過 因為 某程度 你跟北韓談的 缺口 是永遠淡開的 如果你比起以前 但是你跟中國談 你好像感覺 有些突破 因為有機會名流清史 我叫中國跟北韓談 私下押 不過 很大程度就是 去到 另一個總統 在上 可能改變了政策 可能變成親美 或者轉變了 跟中國 關係沒有那麼密切 今集時間差不多了 我們下一集回來再繼續 好